公司的LOGO来作为它的APP的小图示 那我们还是一样 先开一个比例跟它一样 当你把图示开起来的时候 先看它尺寸 这个是225乘以244对不对 我开个新档 我给它一个200的背景图 比较接近 等一下懒得改那么多了 200 好220也行 220 再跟你讲一遍 跟它比较接近一点点 那在这里怎么背景去掉呢 这个图呢 要把背景去掉呢 最常使用是这个 当然这个图去掉有很多种方法 截取物件 那笔头改小一点 20 也还有别的方式可以做 那我们现在来做这个 沿着周围描边 沿着周围描边 交界地方它会帮你做运算 它运算交界的地方 所以呢接下来呢 好下一步是哪里 哪里不要 外面不要 所以呢拣选外面的地方 这都请帮我去掉 好来下一步 那就是剩圆圆的了 好确定 取出来啰 取出来之后呢 也许这边改小一点点 然后再拉到我们的什么 这是个正方形 进来这边还可以再调大一点 我希望在我的APP里面呢 留白的地方真的越小越好 这个 我们要再讲一遍 需要的是一个正方形的 这是它的规定 放哪里位置看一下 最后再来做存档的时候 对不对 那这个第四个Logo 好 PNG 来那再看另外一个也一样 再处理一次 这个开起来 假设你的Logo是这个 那我想要处理它 沿着周围描 那如果是背景很透明的话 你可以使用什么 魔术棒 点这里 要选到这个啰 我现在选到这个黑色的 按右键可以反向 就选到这个 那这个图多大 哇 这天 好大哦 有没有 那拉一下吧 拉一下就可以做什么 把它选起来 使用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变形工具可以调大小 Logo不可以到那么大了 把刚刚这删除 再把这个鸟拉进来 放开 哇 还很大 这个 就控制在正方形 往下拉一点点 也胖一点点 老师拉的时候 它等比例呢 你可以把这个 不过一般Logo不太建议 改变造型 也许就这个造位置 如果把这个取消 你就可以把它拉胖一点 但是不建议 因为是Logo 不会把它变形 这是个正方形 所以呢 旁边等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感觉 差不多了 在另存 一定是PNG的 好 那是Icon的第五个 所以呢 在手机就可以看到 这只鸟做回那个什么 手机的APP 回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呢 回到这个地方来 sorry 在这里 对不对 点选上传 只要是正方形就可以 这是我公司的Logo 把它放上来 它会真的只要是正方形 就全抓 哦 还差一点点 这个图形刚刚没有正方形吗 比较大正方形 它太大了 它10247687才好 我们刚刚这个地方220×220 给它再小一点点好了 哦 再存档一次 档案 另存新档 呃 Icon是6 再存一次好了 来取消 再来 Upload 选这个上去 Low Icon是6 我刚才选错吧 应该是正常 应该是全抓 我刚点错个了 其实不需要再改 来appline 哦 这图就可以抓进来 所以呢 到时候在你手机呢 背景这边就透明的了 哦 背景就透明的了 这个 这个 那 传上去完以后呢 你可以点选 测试我的app 看看效果 那测试效果这里呢 你就可以使用你手机的QR Code 去扫这个地方 就会传到你的手机来了 哦 所以这时候启动你的手机啊 启动你的手机的地方 你要去 选哪一个啊 QR Code 手机的QR Code程式 嗯 诶 我这个手机还没装 哦 那等下我们装起来 这给大家测试 你在这个地方 我们关闭一下看一下哦 点哪一个 Test My App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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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点起完以后呢 这时候呢 使用手机 扫这个地方 就可以传到 或者什么 用email 传到可以两个方式 你可以打要给谁 不过 这打是只有一个人而已啊 你应该点这个地方 点这个地方 哦 用QR Code去扫描 就可以装到你的手机里面去了 好 我们待会再试看看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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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